等你签了字 就是你和你女儿的死期 你们若是感到顾淼淼一根汗毛 我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 魏强商 又是你 你们还想弄死我吗 弄死我 爷爷的一拳你们一分也别想得到 你信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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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苗苗 万崇啊 不懂事 被猪油蒙了心 回头啊 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道歉 你别生气了啊 飞 老爷 公子 外淼客人拜访说是云城顾家的 云城顾家 让他们滚 等等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 浴室一定要冷静 爸 这都什么时候啊 后天就要公布爷爷的遗嘱了 您还有心思去建几个箱吗 老 这你就不懂了 这就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去 请进来 是 是 是 啊 是 有个不争气的老公 不要跟我提那对狗男女 完成 小妈了 我们给你一个 野鸡变凤凰的机会 回去告诉你奶 我让她当众承认 当年抱走那个女婴 是你顾芷晴 而不是那个顾淼淼 这不会出问题吗 这你们不用 只要你们答应我们的条件 第一 云城顾家 可以搬到京城主家 你们一家子都可以搬到京城来 第二 自始以后 你顾芷晴 就是顾家的涨房千金 尊贵无比 好 我答应你 走 看不过顾芽芽 那个贱人踩在我头上了 有什么条件吗 那条件当然是有 我让你们跟我们顾家 签订卖身期 好 我答应你 怎么样也比留在云城墙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就这么定了 飞 她的妻女 是她唯一的软来 这么小的事情你得办不好 要不是看看你这么多年 勤勤奋奋当狗的份上 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谢谢大人 顾晓军 这么多年的规划 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顾家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 魏大人 手下已经想到一个绝妙的好办法 让顾家一定会掌握在大人的手里的 顾客想这个老狐狸啊 假装婚女 她的目的就是在关键时刻现身 揪出你这个杀人凶手 什么 大人 我一向是为您马首是瞻 我都是听着您的命令啊 放心 暗地里的事由我解决 明面上的事你们一定要办好 大人 他真那么可怕吗 这个人捏死我 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他到底是谁啊 你没有资格吃大牌 是 晓晓 爷爷做的饭菜好吃吗 嗯嗯 好吃 爷爷做的饭是小小吃过 我最好吃的饭 对 珍贵 比爸爸做的饭菜更好吃 少神厨 您再开玩笑吧 魏长生的厨艺哪能和您比啊 哎 晓晓 我来他们约索艺的 看着 喂 这边请 那包箱我已经准备好了 长青 你怎么在这儿 走了 马上来了 喂 晓晓 我看你这次怎么死 说长青好像喜欢旁边那小子 为了护着那小子 不惜为我 顾解为敌 长青 那小子跟你什么关系 与你无关 旁边那个女孩 就是那小子的孩子 长青 你该不会喜欢那小子吧 要你管啊 我喜欢谁 是我的自有 苏长青 老子辛辛苦苦追你这么近 都没有答应 合着 是看上了个有父之父啊 哎 小子 识相的话 赶紧从长青身边滚开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魏长生 快去把李龙摔好了 外面那个嚣张的小子 是京城第一家族 魏家的长子 魏家的继承人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赵老 你快帮帮忙啊 哎呀 这个问题啊 我还真解决不了 只能让魏首自己解决 小子 打个龙了 还是说你想死啊 魏长 小张八虎 我到魏家的长辈 就这么教导后背的吗 哼 谁给的勇气 对魏家承受花轿 别让你别生气 他就是个什么 都没见过的土包子 素长青 你从哪找了这么一个 脑残小白脸啊 赵老子 我劝你好好说嘛 赵老 我劝您别多管情深 免得惹祸上身 你 你叫什么名字 老子行不更明 做不敢信 魏无言 什么 听到我的名字 是不是已经被瞎傻了 没听过 土包子不会是土包子 连第一金城魏家的 继承人都不认识 小子 今天你侮辱魏家 就是赵一甲 别保住你 照你们这么说 如果我得罪了你们 就是得罪了魏家 那我就必死无疑了 没错 我魏家 是京城四大家族之首 东京战神魏问天 同样也是四大战神之首 小子 我劝你识相点 乖乖爬过来给我道歉 我心情好的话 没准考虑考虑 还能原谅 怎么 想好了归一下道歉吗 这一巴掌打你无礼不得 欺难罢与 这一巴掌 打你无效不易 目无尊长 这一巴掌 打你以下犯上 不尽先祖 够杂种 犯了天了敢打我 来人 别宰了他 小伙子 我劝你一句 不要冲动 到最后吃亏的 一定是你 赵老 我敬你神厨的身份 尊称你一句赵老 你别在这给我阴老卖老 今天地豪饭店要敢插手 连着一块砸了 贵少爷 他仗着有几分功夫在身 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他再能打要怎么样 比得过战神吗他 你 你要干什么 你真不把我卫家放在眼里吗 没想到 卫家的继承人 竟是一个仗着家族权势 杳无扬威的废 那也不是你一个空有武力 无权无视的家伙能比的 放死 你以为你很能打吗 你再能打我怎么样 北京龙帅李正道就是我亲叔叔 他现在就在我卫家做客 有种了 你现在跟我去趟卫家 和你去一趟又如何 这个傻子 卫家是你想去就去 想走就走的 到时候看我怎么拿捏你 龙帅 你说老祖宗入境这么久 为何还没通知我呢 师父的想法 可不是我能揣测的呀 你说是不是老祖宗 卫家有些故乱 教授 少爷在外面被人打了 什么 吴言身边的人都是千里挑一的高手 还让人被打了 人家打 龙帅就在外面 好大胆子 我还倒是谁 打了我儿子 还敢来卫家 你怎么给我起来 卫家的眼面都让你丢尽了 爸 黎叔 就是这个人 他仗着武艺高强多次羞辱 黎叔 您可一定得给我做主啊 到了卫家还敢如是装模作样 赶快跪下磕头 哼 卫家家主 好大的口气 不分青红皂白就让我跪下 难道卫家的祖宗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卫家不可辱 必须跪下认错 那我要是主了又如何 卫家 狗杂种 听见没 认跪下 逆子我让你跪下 啊 爸 你打我干嘛呀 你也知道 就算我只有你一个儿子 我打不死你了 爸 爸 爸 别打了爸 还真 爸别打了 好了 为无言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他如此品行 不配当卫家继承 快谢老祖宗不谢针 什么 他就是卫家不死老祖为长生 哼 别敢出不了老祖宗的名字 快给终于上跪下 谢老祖不杀针 谢老祖不杀针 吴言啊 你这次是捡回一条命 你知道吗 二十多年前 师父一怒 京城血流成渴 无数家族倒台啊 都看老祖人死了 是吴言 民族村长 一家看上 都是顾万崇那小子挑拨的 不是让你少和那顾家那小子来往吗 不老让一家没一个好活 爸 明天顾家有一族人要认祖归宗 然后还有顾老爷子要进行遗嘱公证 他想让我代表咱魏家去城城场 遗嘱公证 明天你带我去看看 是 林木匆匆有其根 江水泱泱有其圆 今日我顾家族人顾淼淼 来大方仪女 今任祖归宗顾淼淼 请面对列祖列宗 行鞠躬礼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我盼着 顾淼淼并非顾家掌房之女 关总 你说什么 我说 顾淼淼并非顾家掌房之女 还另有其人 顾芷晴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在这 我不来 难道让你一个纠战雀巢 欺名道士的骗子入住顾家吗 爸 顾芷晴 才是顾家掌房的千金 而这个女人 只不过是个骗子而已 不可能 顾芷晴是云城顾家二伯的 青蛇女儿 这个女人逃婚失身 可也男人有了孩子 这样的女人 会是我们顾家掌房的千金吗 这个贱女人 我们顾家绝对不可能 和她有任何关系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们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冒冲我的身份 不就是为了贪图顾家的 荣华富贵吗 奶奶 奶奶你听我说句话 你替我证明一下 奶奶不是这样的 我儿当年抱回的女婴 不是顾淼淼 而是顾芷晴 顾芷晴 你可有证据证明 你是顾家掌房之女 这是我父亲的遗物 这 这正是我们顾家的传承玉佩 这是父亲当年 传给顾家掌房之女的玉佩呀 这些年 你也在外面辛苦 你这个贱人 谁给你的胆子冒充我的 就凭你 你想飞上这堆刀缝呢 就凭你 也想踩在我的头上 我现在可是顾家掌房千金 而你 就是一只烂在地里的野鸡 你男人呢 看他今天还怎么救你 一般不打女 但是处你这个出了什么犯 魏长生 你个小变蛋敢打我 你再敢说一个脏字 把你横着出去 混账 是谁把他放进来的 魏长生 你是怎么从魏家活着出来的 我警告你 这时候顾家的家世 还轮不到你来管 原有掌房遗物的 不一定是顾家千金 还有可能是杀死顾家掌房的凶手 哪来的野小子 我们顾家的事 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指手画脚 来人呢 把他轰出去 还有 把这个女人也带下去 听后发落 这个人是我带来的 魏长生是我魏家老祖 是我魏家老祖宗 移流出去的血脉 顾淼淼是魏长生的媳妇 也就是我魏家的媳妇 所以今天有我魏无言在 我看谁敢动他 魏少爷 看来你是提了心的 跟我们顾家作为 是 要是你父亲来说 还有资格 是你 嫩了 你 魏少爷 你要是来捧场的 我们欢迎 你要是来捣乱的 就请你出去 下面我们进行公证吧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在成文继承家主之位后 便将家主之位交给二伯 真心哥 你有心了 不过你放心 等你能力足够之时 二叔再把家主之位还给你 你们这两个不要脸 真是演了一出好戏 回家家主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爷爷 您身体好了 逆子 你可知错 还不跪下 父亲 不知我为何要跪下 当年我并没有办法传家玉佩 交给苗苗 她一直在我大儿子手里 说 你的玉佩是哪里来的 是 是 父亲 你是不是记错了 当年 你把大哥的姨女送出去的时候 一并也将这个玉佩也送了出去 你再想想 你是不是老子 你 你这逆子